博佑基金会代数第一章 一元一次方程式 例题1.5-26 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题目 三年前 球球的年纪是校长的四分之一倍 如果现在球球的年纪是X岁 那么校长两年后的年纪是多少岁呢 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出现了几个人 出现了两个人 一个是球球 另外一个是校长 所以这里有两个人 一个是球球 一个是校长 我们分别把两个人写下来 然后呢 他又出现了三年前 我们也写一下 三年前 时间 有三年前的时间 然后呢 再看看看看看看 好 现在 还有 现在 好 还有呢 再往后看 等 等等等等等 好 两年后 好 最后问校长两年后的年纪 所以还有两年以后 好 所以现在我们根据题目 发现了 有球球 跟校长两个人 然后呢 时间有三年前 现在 以及两年后 我们就按照 三年前 现在 两年后 时间的顺序 从以前 现在到未来 来做一个排列 然后呢 我们接着看题目了 题目说 三年前 球球的年纪是校长的四分之一倍 好 到目前为止 呃 我们只知道 三年前 球球的年纪是校长的四分之一倍 那至于其他的 我们可能就无从得知 所以呢 我们就接着看看后面有什么提示 如果 现在 球球 他的 年纪 是X岁 现在哦 现在 球 球 他是X 岁 题目说的 我们就赶快把它写上去 现在 球球 X岁 现在 球球 X岁 好 那回过头来 看一下 那球球三年前几岁 现在X岁 三年前 三年前 球球 应该是比现在 年轻 还是老 好 三年前 比现在年轻 所以呢 年轻几岁 三年前 所以就减3 所以如果球球 球球现在 X岁 三年前呢 他就是X-3岁 比现在 年轻个3岁 好 那接着 我们再来看看 回过头来看刚刚的 三年前 三年前 球球的年纪是校长的四分之一倍 这句话告诉我什么 三年前 球球的年纪是校长的四分之一倍 表示 校长比球球大 而且 校长的年龄 是球球的几倍呢 四分之一 颠倒过来 也就是说 这一句话 三年前 球球的年纪是校长的四分之一倍 也就是说什么 三年前 校长的年纪 是球球的几倍 四倍 好 所以 我现在 就可以写上 校长三年前 他的年纪哦 三年前 球球是X-3 校长三年前是他的四倍 所以乘上4 所以 校长三年前就是4 乘上括号 S-3 税 这么多 好 那 校长三年前这么多税 那现在呢 现在校长几岁 好 现在的校长 应该是 比 三年前的校长 三年前这么多岁 经过了三年呢 应该要加上三 这么多岁吧 对不对 好 那最后问什么 最后问 那么 校长 是问校长哦 两年后 他的年纪是多少岁呢 好 好 校长 两年后 几岁 来 校长 现在 四倍的 括号 S-3 再加上三 这么多岁 两年后 他就是 原本 这是现在几岁 两岁 然后呢 现在 再经过两年 校长 年纪 又 变老了 变老了 两岁 所以再加上二 所以 两年后的 校长 这么多岁 好 所以现在 我们就可以写上 我们的答案 那我们计算一下好不好 这里 他就会等于什么 四倍的 X-3 这里 加2 再加3 再加2 所以总共加了5 好 所以 两年后的校长 四倍的S-3 加5 这么多岁 所以我们现在 写上我们的答案 答 校长 两年后 几岁呢 上面这里 四倍的 S-3 加5 这么多岁 博佑基金会 谢谢您的观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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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